陆进把我扔在家里去找前女友的那天,我一个人在家里高烧了一晚上,早上醒过来的时候,我失忆了,我记得所有人,唯独忘了陆进,零妖,晚上我发现自己发烧的时候,陆进已经走了,他跟我说,单位有个事要紧急加班,可他不知道我听到了他和裴曼打电话,安静的卫生间外,我站在墙角,听着电话里隐隐约约的女生抽气,陆进,我家里停电了,我好怕,你来陪陪我好不好。 正好,然后我听到陆进沉默了一会儿,最后还是说了一句,等我,我站在走廊上,看着白痴灯罩在地面上惨白一片的灯光,没说话,直到陆进出门的时候,我才几乎是哀求到,我不太舒服,你可不可以在家陪陪我,我是真不舒服,昨天为了去给陆进送伞,我在暴雨里浑身都淋湿了,我现在感觉呼吸都带着灼热,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,但是陆进连头都没回,他低头穿着鞋敷衍我,乖, 我有事,你先自己休息一下,然后他就把门一把关上,头也不回的走了,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烧得昏昏沉沉的,给陆进打了个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,最后咬着牙给我朋友和陆打了个电话,还没等他来,我就眼前一黑,完全失去了意识,等我醒过来的时候,一切都变了,和陆一看我睁眼,红着眼骂人,陆进个傻逼玩意儿,女朋友都烧成这样了, 还去跟别的女人鬼混,杨月,你这次要是再不跟他分手,我他妈干脆现在就把你掐死的了,省得你把我气死,他愤怒的看着我,我愣了一下,迷茫道,谁是陆进,和陆脸上出现了一刹那的空白,随即他神色惶恐起来,握着我的肩膀紧张道,你开玩笑的吧? 杨月,现在可不新开这种玩笑啊,我仔细回忆了一下,脑海里却翻不出任何有关这个名字的记忆,我茫然摇头,我没开玩笑,陆剑是哪个,和陆腿一软,他撑在床角看了我一眼,惊恐的喊了起来,医生,医生,他脑子烧坏了,02,做完了,CT,之后,我拿着检查报告坐在床上吃苹果,和陆在一边不敢置信的上下打量着我,靠,你他妈的还真行,我以为你忘了你爹妈都忘不了, 结果你居然谁都记得,就不记得他了,我皱眉,听你这么说,这陆剑都跟我在一起了,还成天和前女友不清不楚的,我脑子进水了这么稀罕他,和陆冷笑一声,可不就是进水了吗?估计只剩水了,怎么骂都骂不回来,倒也好,正好这次甩了这个狗男人,让这对狗男女锁死吧,我点点头,随意道,行,话音刚落,病房的门就被一把推开了,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高